我叫梁燕,我跟老公是经亲戚介绍认识的,以前我也想过几次亲,但都尴尬的被人拒绝了,可能是我这身材原因吧,胖乎乎的不惹人喜欢,但老公不嫌弃我的身材,心还很乐乎, 说着喜欢我这种类型的,我也觉得老公一表人才,是个文化人,阳光帅气的,所以我们一拍集合,不久就结婚了,图片来自网络结婚后,老公对我挺好的,时不时送给我一些小惊喜讨我开心,干活很拼近,白天上班工作累活一天,晚上还干完家务活,八家收拾得井井有条的,每天给我做我喜欢吃的酸菜鱼, 让我都不能减肥下来,虽然老公确实很优秀,很能干很能拼,吃苦耐劳,但家庭条件一直不景气,我们都是随工作租房子住,当年我父母就是因为这个反对我们的婚事,我很渴望有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, 所以老公立实加倍努力工作,尽快买下一套房子,给我过踏踏实实幸福的生活,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公心里真的这么想的,还是借这个理由出,外面鬼混去了,他晚上说去跑兼职,经常隔夜不回家,打电话给他,也是一句工作很忙敷衍过去, 因为这原因,我经常和他有些矛盾争吵,图片来自网络那晚我感冒发高烧,头晕目眩好难受,而这已经晚点了,老公还没有回来,我自己一个人这么晚也不敢去医院,而且走路都不稳, 我打了几次电话叫老公回来带我去看医生,但他总是说忙,了着就马上回来,先自己照顾着自己,就在我迷迷糊糊当中,门只得一声开了,老公终于回来了,让我欺辱干皮的事,看见老公还穿着那沾满灰尘的工作服,一身疲惫不堪,气喘兮兮的样子,看到这目我心一酸,眼泪止不住往下流,老公换了衣服,马上抱我去了医院, 在医院一晚上打掉针,而他始终陪在我身边,一晚没合上眼照顾我,图片来自网络老公,真心对不起您,我很惭愧,是我以前错怪了你,你那么日夜工作劳累,还要受我的气,即使我们生活不能大富大贵,在平淡中也能幸福开心,往后的日子你我一起努力,一起相惜,一起走下去,谢谢您,我的老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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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